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深知担任国家主席 这一崇高的职务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我一定忠诚地履行 宪法富裕的职责 可敬职守 勤勉工作 集成为国家 为人民服务 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州人民的重突 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 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我们向江泽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要继续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同所有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不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的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万众一心 团结奋斗 自强不息 艰苦创业 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一定能够实现 发扬民主 依法办事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定不移的维护 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和原则 维护 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 这次会议上 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新郎交替 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 站在庄严的讲台上 因为几千名人民代表 他做出了庄严的承诺 为了履行好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我们一定努力做到 忠于祖国 一心为民 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高于一切 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始终做人民的公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